中国足协官员在俄大吃大喝,赌球书前多人跳楼,世界杯这七个谣言,你信了吗?本次世界杯,自6月14日在俄罗斯开赛,仅仅过去一周,不时传言频频出现,从俄罗斯对阵沙特阿拉伯电视画面中出现土豪戒指,到中国球迷津津乐道的冰岛球员全是兼职, 还有中国足协官员在世界杯包厢里大吃大喝,墨西哥球迷庆祝迎球引发地震,世界杯第一阶段,到底有哪些不实消息流传,辟谣军对此进行了盘点,谣言一沙特球迷,颜面露出土豪戒指,此次世界杯开幕首日,俄罗斯以5比0的比分战胜了沙特队,赛后,一张沙特球迷失望颜面的图片,在社交网络上崩传, 图片里的沙特球迷颜面,却不小心展示出了满手的土豪戒指,真相,惊查证,这张图并非当日比赛观众席的抓拍镜头,而是2016年8月9日由一位名叫AdAdzen000的网友,上传到图片社交网站Instagram上的,是一张电视截图, 这张图传到国内,就被当作段子来调侃世界杯首战了,谣言二沙特输给俄罗斯后要惩罚三名球员,还是在6月14日的这场节目战中,沙特因以0比5惨败给东道主俄罗斯,之后就有媒体援引沙特阿拉伯体育局局长土耳基谢赫的话表示, 沙特队三名球员,回国后将受到惩罚,真相,沙特足球协会随后否认了这一消息,称,是一个电视台误解了沙特足协官员的讲话,沙特足协声明中称,电视台误导了社会舆论, 这报道好像沙特独协主席要把沙特对同俄罗斯对比赛失利的责任,归咎到几个球员身上,貌似要在其他球员面前羞辱一个球员,比赛是全队水平的展示,图片来源, at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谣言三冰岛队由牙医,导演,房地产公司老板,工人组成,在冰岛队一比一低评拥有梅西的阿根廷之后,国内众多营销号和段子手,在未经查证的情况下,纷纷抛出了冰岛球员全世界兼职的言论,并借以调侃中国足球, 例如,冰岛33万人,除去女人,除去老人孩子,除去出海捕鲸鱼的,除去,刚好还剩23人,再比如,冰岛队没职业球员,教练是牙医,守门员是导演,队里有厨子,工人,是段子吗?真相,对此,众多圈内媒体人纷纷通过个人微博平台辟谣, 其实,冰岛球员的确有或有过兼职,但参加世界杯的这支冰岛队中,绝大多数都是职业球员,分布于英伦,北欧等职业联赛中,23人大名单里,只有三人在本国效力,所谓的做导演的门将等这些人都是在丹麦,英格兰,德国这样的职业俱乐部效力, 冰岛足球的成功,恰恰是因为他们很职业,谣言似墨西哥球迷庆祝赢球引发地震,在小组赛F组首轮比赛中,墨西哥1比0立刻未免冠军德国队,爆出开赛,以来最大冷门,有媒体称,由于墨西哥球迷疯狂庆祝洛萨诺的进球, 该国首都墨西哥城,发生了轻微的地震,甚至某地质研究机构也出来声称,有一次震动,极有可能并非是真正的地震,而是墨西哥城球迷疯狂蹦跳兴祝所导致的震动,墨西哥球迷庆祝金球,图片来源,新华社真相,墨西哥国家地震局已经明确表示, 当地时间上周日,该国首都墨西哥城,发生了两次轻微的地震,但这两次地震绝对与该国球迷,庆祝世界杯胜利毫无关联, 地震局明确表示,之前外界疯狂炒作的球迷疯狂庆祝,导致墨西哥城地震,是一条不折不扣的假消息, 谣言五世界杯赌球书前,成都南京有人跳楼,日前,有微博称,四川成都一男子因赌球跳楼,并配有一段一男子,从高楼楼顶跳下的视频, 同一天,有网友称南京大厂某小区一男子,因世界杯赌球,输了三百多万,而轻生跳楼自杀,并附有一段六秒钟的视频, 视频中一名男子从一栋楼顶楼窗户跳下,成都版谣言视频截图,南京版谣言视频截图真相, 两起坠楼事件都与世界杯无关,成都的这个视频,其实是发生在2017年12月26日的一起坠楼事件, 24岁男子杜某某从成都市双流区,一栋高楼楼顶跳下,后经抢救无效死亡, 南京的这个视频,其实是发生在6月14日,郑州的黄河科技学院内,一男生疑因感情问题, 在女生宿舍内将一名女生捅伤,造成其当场死亡,后该男生跳楼, 谣言六中国足协官员,在俄罗斯大吃大喝,近日互联网众大V转发一则短视频和图片称, 中国足协足管中心官员,在俄罗斯大吃大喝,引起热议,大V微博真相, 其实这个包厢,是属于中国一家白酒企业,该企业作为世界杯包厢看台的赞助商, 邀请了米卢等人举行商业活动,和中国足协根本没有任何关系, 此外,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管理中心,于2017年1月底已正式注销, at中国足协新闻办官方微博,日前对此谣言已作出回应, 网传足球官员世界杯包厢视频内容不实,我们也注意到, 已有相关企业自发澄清,网传视频展示的是其在世界杯开幕赛时的商业包厢, 是其世界杯期间发布活动的一部分,世界杯期间,足球是热点话题, 希望大家在享受世界杯盛会之时,多领略足球赛事的激情与魅力, 少一些对中国足球的以讹传讹科恶意调侃,足球运动的发展,离不开大家的理解和支持, 再次感谢大家对中国足球的关注与关心, at中国足协新闻办微博回应,谣言七西班牙队长庆祝葡萄牙队进球, 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小组赛之后,一张搞笑动图在网上流传称, C罗拔紧点球之后,同为黄马队友的拉莫斯跟在C罗身后奔跑庆祝, 最后猛然想起自己是西班牙队长,真相, 其实回看比赛视频,就会发现拉莫斯其实是为了冲上去戒围, 并非易于庆祝,网传着动图,也就是个搞笑段子而已。